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压图 这个压图的话 其实上午我有简单 是不是提到过 对吧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实体联系 对 就是实体联系的一个模型图 它其实这个压图的话 它就是为了表明 就是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这个联系的 或者实体与属性之间的一个联系 你看在这的话 我们上午去讲了一下 我们说 常见的联系的话 是不是只有三种了 对吧 一个是一对一 一个是一对多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多对多 对吧 也就是说根据这三个之间的 一个联系的话 也就是说转换成 它所对应的一种图形化的表示 图形化表示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于压图的一个描述 这个压图的话 是需要大家去能够去 能够去看得懂的 因为有时候的话 在你们工作当中 去接触到一个产品的 一个需求说明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图形的这个 也就是压图的这种形式 去表示出来的 那我当前也就是在看到 这个压图上面的话 我能够去捕捉到 也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 压图的话 它也被称之为叫做一个实体联系图 其实你看这个单词上 我也见到过 是不是就是实体这个单词 对吧 咱去讲实体的时候的话 有点顾面有个括号 括起来的 有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实体的意思 然后的话 这个单词也就代表是联系 联系 也就是实体联系图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压图 这个单词不用去记 压图的话 它主要就是提供了 也就是表示实体的一个类型 然后还有我们说和实体相关的 是不是就属性了 对吧 我们的属性的话 就是用来描述我们的这个实体的 还有也就是说实体与实体之间的一个联系 是一对一 还是一对多 还是多对多的一个联系 也就是它主要就是用来描述 现实世界的一个概念的模型 也就是通过这压图上面的话 我能够去找到实体 也就是找到实体之后的话 还能找到这个实体之间的一个观影 以及它的这个属性 其实也就是说对于压图的话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的特别难 它其实就是有三部分去做成 第一部分的话是谁来的 是不是实体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实体相关的是谁来的 是不是就是属性啊 对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表明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这三部分去构成 但是呢 现在就是还是要大家去明白 什么是实体 什么是属性 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去分开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压图的话啊 也就是说它在这里面就从这个图上面 我怎么能够去看到它是表示的实体还是属性还是表明的是联系啊 我们先来看啊 也就在压图当中的话啊 如果是实体的话啊 它是用我们的这个巨型给表示的啊 也就是说我把这几个给投出来啊 也就是说巨型的话啊 它表示的是实体 然后呢在这个巨型框内的话 写明是我们的这个实体的名字啊 也就是说巨型表示实体 巨型框内的话就是实体名 你开比如说文字不用去记 你开在这去画个符号对吧 这个就画个巨型 然后呢用个箭头给建一下 然后这个是实体啊 这个是巨型代表实体 然后中间的话你就写一个实体名啊 你开这样去记 这样的话比较好理解一些啊 这是巨型啊 那压图的话 我再看一个压图数 只要我看到巨型的话 它都表示的是一个什么来着 是不是就是一个实体对吧 这是巨型表示的是实体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椭圆 椭圆的话就是表示的是 我们的这个属性啊 就是我们去用来描述 我们的这个实体的啊 这个然后呢 这个椭圆内写的是 我们的这个属性的名字啊 这个是代表属性的意思啊 然后联系的话是用我们的这个 菱形来进行表示的啊 表示实体间的这个联系 然后呢 也就是菱形内写的是我们这个联系的名字啊 联系名字 这是这三个符号啊 大家先给记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看 讲师老师对吧 是老师 那这样说的话 我问大家啊 就是说我的学生和老师之间啊 比如说 这儿存在一个联系 这个联系的话 我这个这个菱形 我这个菱形框呢 应该怎么去选择 怎么去写啊 我的老师跟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 是不是 我知道是师生关系 对吧 也就是七世吧 是不是就是一个教 或者是受课的一个关系啊 对吧 也就是我的老师教学生啊 当然的话 也就是说 只不过现在这个关系 真正的联系 是不是还没出来啊 对吧 到底是一个一对一的 还是一个多对多的 或者还是一个一对多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这时候先不去说啊 先不去说 然后的话 就是最后我们说 这三部分出来之后的话啊 中间是我们的这个线段 给连接起来的啊 线段连接起来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实体与实体之间 还是实体与我们的这个属性之间啊 还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个联系之间 都是用线段啊 进行之间的一个关联的啊 那也就是说 有了我们这个压图当中的话 有了每一个 不管是对于实体 还是对于属性 还是对于联系 他们有了固定的这个格式 或者固定的这些图形表示之后的话啊 其实也就接下来的话 也就根据他的一个要求 我们就能够去读懂 我们压图的一个描述啊 然后大家下课先休息会儿啊 在下节课再说